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演讲 我们的演讲主题是CPU Burst 避免不必要的CPU线流 同时获得高CPU利用率和应用程序性能 我是今天的第一位演讲者常怀心 另外一位是我的同事丁天琛 我们都是阿里云内核研发团队的工程师 什么是CPU Burst? CPU Burst是Linux内核里一个CPU资源使用的新特性 这是容器用户都很关心的话题 今天主要从以下四方面介绍CPU Burst的特性 CPU Limit的知识背景 CPU Burst的设计 CPU Burst的负面影响 最后是如何使用CPU Burst的特性 首先让我们关注CPU Limit的相关背景 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 在K8s中如何设置CPU资源使用呢 通过这个样例 我们可以看到CPU资源使用 是用CPU Requests和CPU Limits来表示的 CPU Requests代表CPU资源的最低需求 它影响容器调度 如果节点上的空闲CPU资源 比容器的CPU Requests还要少 容器就不会调度到这个节点上 CPU Limits是容器CPU使用的上限 它确保CPU使用不超过这个限制 样例容器的CPU资源下限是0.5CPU 资源上限是1CPU 在Linux内核中 CPU Requests使用CFS Share机制 应用进程按照Share份额分配CPU时间 容器获得的CPU时间 由它的Share份额在所有Share份额中 所占的比例决定 通过CPU C Group里面的 CPU.share文件 可以查询或者设置容器的Share份额 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如何使用Share机制保证容器的CPU使用下限 最初调度节点空闲 它有32个CPU可用 然后调度来一个CPU Request 为8个CPU的容器 由于没有其他容器的存在 它的Share份额占100% 容器可以使用的CPU资源 上限和下限都是32个CPU 继续向这个节点调度一个Request 8CPU的容器 出现了CPU竞争 这时候我们仍然关注第一个容器 它的份额占比变成了50% 在CPU竞争中可以获得总CPU时间的50% 即至少使用32个CPU的一半16个CPU 继续往这个节点调度一个Request 16CPU的POD CPU竞争更多了 第一个容器的Share份额变成25% 竞争时可以获得总CPU时间的25% 即保证至少使用8个CPU 最后所有CPU资源都分配完 其他有CPU Request设置的容器都不能调度到这个节点上 这样通过K8s CPU Request分配节点的CPU资源 CPU Request又使用Share份额 分配节点上的CPU时间 保证了容器CPU资源使用的下限 接下来介绍CPU Limits和CPU资源上限 设置CPU Limits可以把容器的CPU使用限制下来 避免单个容器过度使用CPU资源 影响其他容器 K8s的CPU Limits 使用Linux中的CFS Bandwidth Control机制 来设置CPU使用的上限 CPU C Group中有两个接口与此相关 CPU.CFSPeriodUS和CPU.CFSQuotaUS 后面我们把它们简称为Period和Quota Period是带宽控制的周期 Quota是每个周期内CPU使用时间的限制 每个周期内CPU使用时间被限制到Quota 样力表示的容器CPU Limits为0.2个CPU 当CPU使用时间超过Quota 容器任务会被限流 样力中 任务使用20毫秒CPU之后 需要等待80毫秒 直到当前周期结束 之后每个周期的CPU使用时间都不能超过Quota 容器的CPU使用被限制到0.2个CPU 这是K8s通过CFS带宽控制 限制容器CPU使用上限的原理 CFS带宽控制还提供了三个指标来表示其工作过程 分别是 NR Paries表示应用使用CFS带宽控制的周期技术 NR Throttle表示应用被限流的周期技术 Through Time表示应用被限流的CPU时间技术 使用CFS带宽控制可以把应用的CPU使用限制到CPU Limits 很多时候这种限制会影响到应用延迟 假设应用需要连续使用30毫秒CPU来处理请求 在没有CPU限制的情况下 可以在30毫秒内完成请求 如果设置CPU Limits为0.2个CPU 使用20毫秒CPU时间之后 应用进程会被限流 在下一个100毫秒周期内继续使用10毫秒 才能完成请求处理 一共用时110毫秒 我们可以注意到CPU平均的利用率 在这里并没有超过CPU Limits的限制 整个300毫秒过程中的平均CPU利用率是0.1个CPU 而CPU Limits这里的设置是0.2个CPU 在这种情况下 限流仍然导致请求的处理时间增加了80毫秒 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改善的问题 这种延迟问题普遍吗 是的 在KBIS社区有很多相关讨论 这里我们截取了两条 大家可以通过链接阅读相关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当前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第一种方法是增加CPU Limits设置 既然设置CPU Limits导致限流 那么很自然的想法是增加CPU Limits的限制 甚至完全取消它来消除CPU限流 这种解法会导致一些问题 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讨论 如果容器Request和Limit相等提升 Limits同时也提高了Request Request的提升前面我们介绍会影响容器调度 因此节点上的容器数目会变少 最终的结果是使CPU的利用率变低 在KBIS中 QS等级为Guarantee类型的容器满足这种情况 如果容器的QS类型是其他 可以保持Request不便放大CPU Limit 或者取消CPU Limit设置 这时候有CPU资源上线过度承诺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 Linux里CFS公平调度会按照优先级来分配CPU资源 但允许用户使用更多的CPU资源的策略 可能会成为问题 有些情况下这不是问题 很多时候这的确是个问题 特别是当我们想要把资源 以一分钱一分货的方式提供给用户 并且保证应用性能的一致性 除了调整CPU Limits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缓解延迟问题的方法 那就是放大QT和Period 要设置CPU Limits为0.2个CPU QT和Period可以是20毫秒和100毫秒 也可以是40毫秒和200毫秒 放大到QT40毫秒Period 200毫秒配置之后 对CPU突发使用是更友好的 仍然用前面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在QT20毫秒Period 100毫秒配置下 30毫秒CPU突发使用被限流 放大配置到QT40毫秒Period 200毫秒配置下 30毫秒CPU突发使用不会被限流 避免了限流引起的延迟问题 然而这种方法其实也有问题 一旦CPU突发使用超过QT 应用进程会面临更长时间的CPU限流 当Period是100毫秒的时候 限流最长不超过100毫秒 而Period放大到200毫秒之后 应用进程被限流 可能需要等待将近200毫秒 另外内核有Period最大值的限制一秒 用户不能把它放大很多倍 会限制这种方法的使用效果 总结一下 不必要的CPU限流问题影响应用性能 当前在不改变内核功能的前提下 在CPU limits上的调整或是放大Quotor和Period 都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既然不改变内核功能的解决方法不够好 我们把关注点也放到了Linux内核里面 在CFS带宽控制的基础上提出了突发的CPU带宽控制 也就是CPU Burst的特性 接下来我们介绍CPU Burst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不必要的限流问题 CPU Burst的特性打破了之前CPU使用超过Quotor 就限流的限制 允许一定程度的突发使用 不使用CPU Burst的情况下 会出现CPU限流 之前我们介绍过这个过程 使用CPU Burst之后 中间周期借用到CPU时间 没有发生CPU限流 这些CPU时间来自之前未充分使用的CPU资源 应用的突发使用需求得到满足 应用的性能也得到提升 这里准备了更详细的过程演示 来说明运行过程中 CPU时间是如何累积和使用的 我们引入了一个BurstBuffer 来记录累积下来的CPU时间 0毫秒第一个周期开始时 BurstBuffer里的CPU时间是0 本周期内应用进程没有任何CPU使用 在100毫秒处周期结束时 20毫秒CPU时间在BurstBuffer里累积下来 在第二个周期内 应用进程产生30毫秒CPU使用的需求 在不使用CPU Burst的情况下 应用进程在使用CPU时间超过 扣它20毫秒之后被线流引起延迟问题 使用CPU Burst的是 应用进程使用20毫秒CPU时间之后 继续使用BurstBuffer里的CPU时间 运行10毫秒不产生CPU线流 周期结束时BurstBuffer里 净扣出10毫秒CPU时间 剩余10毫秒CPU时间 以上是BurstBuffer里CPU时间累积和使用的演示 使用CPU Burst之后 应用的CPU使用还会受到限制吗 继续用第三个周期的CPU使用进行说明 之前的演示里 200毫秒周期开始时 BurstBuffer里有10毫秒CPU时间 并且后续没有CPU需求 让我们看看到第三个周期内 继续有CPU使用的需求时会发生什么 当第三个周期内应用的CPU使用时间到达30毫秒时 Code和BurstBuffer提供的CPU时间用完 应用进程仍然会被限流 周期结束时BurstBuffer里的CPU时间剩余0毫秒 把三个周期放一起看 三个周期的CPU使用分别是 0毫秒、30毫秒、30毫秒、一共60毫秒 正好对应到300毫秒时间内的0.2个CPU 这说明使用CPU Burst时仍然提供了CPU Limited的上限限制 总结下使用CPU Burst之后的CPU时间情况 在不使用CPU Burst的情况下 应用进程在一个周期内的CPU时间被限制 严格不能超过Quota 使用CPU Burst之后 应用进程在一个周期内的CPU时间最大是Quota和BurstBuffer里的CPU时间之和 由于BurstBuffer里累积的CPU时间 来自之前周期内的CPU不充分使用 整体来看 仍然满足CPU使用时间低于CPU Limits的约束 要使用CPU Burst的功能 需要通过C Group文件系统的CPU.CFS BurstUS接口 它表示允许累积的CPU时间最大值 默认0表示关闭 不使用CPU Burst 为了表示BurstBuffer里CPU时间的使用情况 我们在CPU.State接口里面还加入了NR Burst和BurstTime两个统计项 NR Burst代表应用使用BurstBuffer里CPU时间的周期数 如果没有CPU Burst的特性 在这些周期内都会产生CPU限流 BurstTime是应用使用BurstBuffer里的CPU时间之和 看了这么多样力演示 CPU Burst特性的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在一个对比验证中 平均延迟从超过30毫秒下降到9毫秒 延迟的99%常委 从超过500毫秒下降到27.32毫秒 这是CPU Burst效果比较明显的一个场景 在这个Pod的应用配置了较多的GC线乘数 因此表现出比较突发的CPU使用 CPU Burst起到了很好的优化效果 在另外一个应用上观察到平均延迟27%的下降 从1310毫秒下降到952毫秒 上面主要介绍了CPU Burst的正面效果 那么我在这里来简单讲讲这个特性会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这个也是当时我们希望把CPU Burst的特性和入上游社区时遇到了maintainer的一些挑战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问题 CPU Burst引入之后呢 它改变了原有的CFS带宽控制的逻辑 在没有CPU Burst的时候 Quota能很好地限制每个容器的CPU使用率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个任务 任务一和任务二 它们的Quota各自都是50% 那么在一个周期内 当任务一使用完它那50%的CPU资源时 就会被限流 然后让出CPU 那么剩下的50%的CPU时间就会交给任务二来使用 我们原先可以通过配置所有任务的Quota总和 不超过100%的人体CPU时间这样一个手段 就能够保障人体调度的稳定性和任务的实时性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引入了CPU Burst之后会发生什么 接着上面的例子 我们设置任务一的Burst Burfer大小为整个周期的CPU时间的10% 而且它通过第一个周期已经充满了Burfer 现在任务一耗尽了分配给它的50%的CPU资源后 由于CPU Burst 它会从自己的Burfer中额外获得10%的资源 那它现在总共就获得了60%的CPU时间 那这就导致任务二在这个周期内 只能使用剩下40%的资源了 这样这个任务二就无法按预期完成任务 这部分的任务就会被推迟到后面的周期 这就出现了Miss Deadline 我们再往后看 任务二可能不止出现一次延期 因为本应在上个周期完成的任务被推迟到了下个周期 它后续产生的计算需求也会被一并往后推 从而出现持续延期的情况 这就造成了整个调度系统可能不稳定 引用Mantana的话来说就是可能出现Unbounded Fail 于是我们就需要知道 这种任务持续被延期的情况会持续多久 并且这种现象发生的概率有多少 能够回答我们这些问题的就是WCET这个指标 它的含义是任务在最坏情况下的执行时间 在没有CPU Burst的时候 CPU在每个周期都能将所有的任务完成 反过来说也就是所有容器提交的任务 是一定能在一个周期内完成的 那么它们的最坏执行时间就小于一个周期了 在引入了CPU Burst之后 最坏执行时间这个指标就可能会超过1 那么当它大于1的时候 我们认为此时的调度系统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的 为了求解这个指标 我们使用了排队论进行建模 文特卡洛方法来计算 根据排队论模型 CPU作为服务台 所有容器提交的任务需求按相同的间隔到达 这个间隔也就是周期 在这里给出了我们工具的地址 可以对理论的一些分布和场景进行模拟 也可以在实际场景下采集数据 然后根据结果估计CPU Burst对该场景的影响 输入一个容器每周期产生的计算需求的分布 整台服务器上容器的总数 还有设置开启CPU Burst的Buffer的大小 我们可以模拟计算得到最坏执行时间的期望和它大于1的概率 也就是造成不稳定的概率 下面是一些结果的展示 我们先挑一种典型的情况作为例子 在这个场景中 每个容器每个周期产生的需求按复制处分布 整台服务器一共有20个容器 Buffer的大小设置为Quota的一倍 这张图是最坏执行时间的期望 随着平均CPU利用率产生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在平均负载低于70%的环境中 CPU Burst几乎没有影响 而我们大部分日常生产环境都是满足这种情况的 而对于那些负载一直很高的环境 这时候CPU Burst本身也不会帮上什么忙 这时候还是建议提高配置或者减少负载 在后面两页我们列出了更加详细的实验数据 这一页是每个容器在每个周期按复制处分布 产生计算需求的实验结果 我们还改变了其他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整台服务器上的容器总数M 还有Burfer的大小 我们通过设置整台服务器上的容器的数量 从10、20到30变化 Burfer的大小设置为Quota的一倍、两倍或无穷大 来考察在不同场景下 CPU Burst对调度系统的影响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列出的实验结果图 能得到一些明显的结论 那么一般来说平均负载越高 容器总数越少 最坏时间就越长 也就意味着对调度系统的影响越大 平均负载越高影响越大 这是个显然的结论 关于后者 也就是容器总数越少影响越大 这个结论 是因为独立同分布的情况下 容器数量越多 整体产生的需求就越趋于平均 这种情况下 超出Quota需求的容器 和低于Quota 从而控除CPU时间的容器 更可能互补 这一点可以参照中心极限定理 它们也是类似的 Burfer的改变 对最坏执行时间的影响 也在我们的预期之内 提高Burfer会使得 CPU Burst发挥更好的效果 从而对单台容器的 优化收益更加明显 但同时这也可能会增加 最快执行时间 意味着可能会增大 对相邻容器的干扰 这一页是容器按帕利托分布 产生需求的实验结果 得到的结论与上一页 也是类似的 从而可以说明 我们的结论在大部分 常见分布中都是成立的 同时这些数据也可以为设置Burfer大小时作为参考 我们建议根据具体业务场景的计算需求和服务器上部署的容器总数 还有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决定 比如说如果希望增加整体系统的吞吐量 以及在平均负荷不高的情况下优化容器性能 可以增大Burfer 反之如果希望保证调度的稳定性和任务的实时性 在整体负荷较高的情况下减少容器之间的影响 可以适当的减小Burfer 一般而言 在低于70%平均CPU利用率的场景中 CPU Burst不会对相运容器造成较大影响 大家可以放心地启用这个功能 最后我们介绍 怎么才能使用到CPU Burst的特性 CPU Burst的特性在5.14版本合入到内核主线 如果想在发行版中使用 可以在Analys OS 8.2以及后续版本中使用 Analys OS 8是OpenAnalys社区推出的 完全开源中立开放的发行版 它支持多计算架构 也面向云端场景优化 完全兼容Cent OS 8软件生态 Analys OS 8旨在为广大开发者和运位人员 提高稳定高性能安全可靠开源的操作系统服务 对容器用户来说 我们正在推动K8S社区对CPU Burst的特性的支持 在Analys K8S产品中 对CPU Burst的功能的支持 预计在今年12月份发布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CPU Burst的特性的全部介绍 感谢大家的参与